而為了體驗不一樣 打籃球對很多男生來說再平常不過 可是東吳大學今天卻有場輪椅籃球賽 來體驗到底不用腳打球有多難 推動輪圈向前衝刺 利用輪椅架強勢卡位 2013東吳大學輪椅籃球賽 在東吳大學體育館熱鬧開打 三支參賽球隊分別來自台北 彰化以及高雄 希望爭取今年的亞洲杯國家代表隊資格 輪椅籃球選手跟一般選手比較不一樣 是他們有依他們傷殘的程度給他點數 那總共上場的五位球員是總共只能14點 那傷殘越重的選手他的點數越低 我們最好的成績是亞運第四名 我們國內大概目前籃球隊大概5到6隊 日本 韓國大概將近有200隊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成績也是難能可貴 這是東吳大學第二次在校內舉辦輪椅籃球賽 校長攀為大希望借著比賽 讓學生學習尊重生命 他也希望明年能夠擴大賽事規模成為國際邀請賽 這些參賽的選手能夠當成我們同學的老師 讓他們去教我們同學怎麼樣 在身體不方便情況之下 還能夠去發揮自己生命的光和熱 除了激烈的國手選拔對抗 現場還安排了輪椅籃球國家隊的教練李雲光 跟羅新亮以及東方借德等昔日中華隊國手一起坐上輪椅比賽 體驗輪椅籃球的高難度 平常以前都可以跳起來去打人家火鍋 或是想要去操人家球 現在是直接坐在輪椅上是被綁著完全不能動了 而且說輪椅的操作技巧來講要非常高 明明要往右邊走 可是輪椅會往左邊走 所以這個是蠻困難的一點 這一次選拔出來的輪椅籃球國手 八月將會展開集訓 準備挑戰11月的泰國亞洲杯 六點TV 許僧城 孫傳弦 台北報導